奥巴马宣布国税局代理局长辞职 我刚同财政部长杰克卢和财政部的其他高级官员谈话 在爆出国税局把保守的查党团作为严查的对象后 这是不可原谅的 美国人民有权对这件事情感到气愤 我对此很气愤 我不能容忍任何部门的此类行为 国税局的这种行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 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在内的共和党人 要求政府对国税局丑闻作出答复 现在很清楚 我们刚接触这个丑闻的表面 美国人民在寻找答案 我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彻查这个事件 国税局的丑闻是最近白宫陷入的三个争议之一 奥巴马政府还在为他处理去年利比亚班加西的恐怖袭击做法进行辩护 那次袭击导致四名美国人丧失生命 此外 美国司法部也受到压力 必须为他设计一个泄密调查 而获取美联社电话记录的行为 提出正当理由 不过 分析人士约翰·弗提耶说 国税局因美国人民的政治看法而将他们当作目标的行为 最引起不同政治色彩人士的强烈反应 我认为这是让所有美国人最不满的事情 一方面因为它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机构 另一方面 这个机构拥有让它具影响力的重要信息 所以美国人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弗提耶说 这些丑闻会让奥巴马总统分心 但不一定受到折损 他现在的目标是取得两党的协议 丑闻可能让他有些受伤 但如果两党可以在这些议题里 找到能够共同合作的价值 或许对他就不会有损耗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肯尼斯·杜伯斯坦说 奥巴马总统可能即将加入许多和他一样 在第二任遭到麻烦的前任总统行列 每一任总统通常会在第五或第六年时 掉到阴沟里 如果你和参众两院 或者和美国人民没有良好的信任关系 你就没有一个安全网可以掉入 理查尼克松1974年 因选门案丑闻 在总统任内辞职 罗纳德里根在第二任内 陷入伊朗门均受丑闻 比尔克林顿因摩尼卡路恩斯基事件被弹劾 但他仍然做完总统任期 因此 感谢观看